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州话是 普通话 明天见 苏州话是 你都记得了吗? 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苏州话的数字 我们今天看的是数字1 那么大家先跟我从1学到10 普通话 1 苏州话 耶 普通话 2 苏州话有两个说法 2 我们读 你 2 我们读 两 普通话 3 苏州话 3 苏州话 3 苏州话 4 苏州话 4 4 普通话五 苏州话 普通话六 苏州话 普通话七 苏州话 大家要注意 七发音的时候 发的是呲那个读音 普通话八 苏州话 普通话九 苏州话 普通话十 苏州话 好 那大家跟我从一 数到十 我们来试一遍 一 日 两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三 你学会了吗 那么在这边呢 还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苏州话的数字当中 有一半都是入声 所谓的入声呢 就是发音时 非常短促的一个音 比如说 一 六 七 五 三 中国古代的汉语 是有四声八调的 四声指的就是 平赏去入 四声各分阴阳 就有了八调 现在普通话当中呢 只保留了其中的 三声四调 大家可能会知道 分别是 阴平 阳平 赏声和去声 其中就没有入声了 但是入声在各地方 言当中还有保留 所以我们读诗歌的时候 讲究平字压韵 用苏州话来读呢 平字就会更明显了 好 最后大家再来跟我读一遍 一 两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句 三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呢 也可以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好 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 就会 四 四 二